前世女友嫌我丑让我整容 没想到竟是对白月光念念不忘 最后被女友卷钱跑路 在睁眼我回到了整容那天 你好确认是自愿整容的话请在上面签字 我猛然醒来发现自己坐在病床上 面前摆着份手术确认书 愣上好一会才确认自己重生 重回到整容手术的前一刻 前世柳如烟告诉我 鼻子整成这样会很帅我整了 窄双眼皮凤眼会更有魅力 我也整了成了医院的长客 整容后她比我还呵护这张脸 每天给我刮胡子 洗脸护膚做好几口才肯睡觉 有次送外卖不小心摔倒 磕到下巴出血 她立刻把我送去医院 心疼到爆哭 我以为她很爱我 直至她比赛这天 上台给她颁奖的嘉宾与我有八十相想 我才终于明白 她爱的只是这张脸 原来我只是个替代品 我去找她要说法 她却冷眼看我 当我不认识那样 搂住男人的手臂 像只小猫似的上下揉蹭 记博打 我们分手吧 我不爱你了 男人说我舔狗 笑嘻嘻地搂住陈琳的腰离开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她了 回家的路上恰好遇上强队流天气 告诉她方 我没杀住车撞到山顶 车辆起了大火 其实我可以打开车门逃跑 可那时已经心死 放弃了生的希望 此后飘到上空 看见柳如烟得知我的死讯 心安理得地收下我临死前给她的转账 本身和男人缠绵 我的眼睛流下血泪 指甲深深陷进肉里 却远不及心上的痛 我恨不得把她撕碎 如今我重生了 也要让柳如烟常常生不如死的滋味 这手术我不做了 我推门而出柳如烟就坐在那 翘着二郎腿玩手机 嘴里还哼着歌 从前我被推出手术试试 柳如烟红着眼睛冲过来 哭得梨花带雨 宝宝辛苦你了 伤口结痂的过程是最痛的 为了省钱我没有止疼药 每晚捏着背脚硬体 疼得身体直发抖 住院期间柳如烟寸步不离 出院之后时刻关注我的伤势 当时还觉得做这个手术 能被她的温暖包裹一切都值得 如今看来就是一出妥妥的笑话 柳如烟抬头看见我满脸吃惊 着急忙慌地跑过来问我 怎么了宝宝 手术出什么问题了吗 一口一个宝宝 差点没让我吐出来 我不做手术了 为什么对我一向温柔的她 第一次展露出凶狠的目光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从她迫切的眼神中能读出来 她怕我反悔 我笑笑低头看向她我反悔了 不行定金我都交了 你突然走了咱可要不回这笔钱 说起来整容定金还是我交的 房租水电饭菜 所有钱都是我辛苦打工挣来的 她从未出过一分我不要了 我想走她却死死地抓着我的衣袖 眼泪五秒就飙出来了 纪伯达我很心疼你被人嘲讽 你听话整容以后再也不会 有任何人说你配不上我了 她以前也是这样破误的 说怕伤到我自尊才迫不得已 推我去整容我倒也信了 现在这场戏我可不想陪她唱 关我屁事 说完我快速拉开链子 把外头那件外套留给她 毫不犹豫地走了 回到家后我把客房收拾干净住了进去 还把门反锁起来 柳如烟弱弱地敲响房门 声音带着一丝哭腔 宝宝我不逼你整容了 下周是我导师生日 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 倒是没想到柳如烟这么快就妥协了 我记得当时我刚刚拆绷带 他就把我带到导师生日宴去了 被人各种吐槽冷眼相待 但生日宴上有个插曲 让现在的我很好奇便同意跟着去了 接下来这一周我都没有回房住 也没去送外卖柳如烟道歉求和 我直接回房关门 把耳机的音乐声开到最大 导师生日宴上来的 都是荣大毕业的优秀舞者 有很高的知名度 各个穿着定制款晚礼服出席 搞得像生日会很大型那样 柳如烟是这件戏花 在场又好几个曾经热烈追求过她的男人 一入场我就感受到 炙热的真间式的目光 她客套地朝所有人挥手 用一副虚假的笑容去应付他人 我向来讨厌这样的场合 趁着她去和别人打九年欢的时候 我走到餐食处 夹了些小蛋糕往嘴里送 刚咽下一口就听到有人嘲笑 这不是细花的男朋友吗 这么多年过去怎么还是这副错样 哈哈都说她不知道从哪弄来的情 把咱们漂亮的细花眠下了眼 不过听说她这些年一个人打好几根工 身上还没几个子 真是个没用的牛马 真不知道咱们细花图她啥 当初有富贵公子哥追她都给剧了 自从柳如烟毕业晚会上当着 所有人的面和我往来后 她最好的 证明我才是柳如烟最好的选择 事实上付出真心后的结果也就那样 一度非为求全 连一句对不起都换过来 我以前总会低下头灰溜溜地逃走 可我早就看不惯他们这些伪君子 一边咬着蛋糕 一边偷摸打开视频拍摄 悠哉悠哉地听着他们戳我几张 等到我吃饱也就蓄服了力气 我突然回头对上他们窃窃私语的视线 他们吓得连退几 一副做贼心虚却又掩耳盗铃的模样 不知道你们有没听过 从一先从得这句话 男人上下打量我之后 压根没把我放在眼里 端着手继续冷嘲热讽 我们说的都是事实 不存在道德败坏的问题 身旁的人附和几人对视而向 为了一个女人搞雄劲 你爸真是白生你了 男人脖子清净四起 想放下酒杯朝我充满 被身边的人及时拦下 我慢悠悠地喝完一杯香槟 心情美得很 你们模样是好跳舞也还行 就是这嘴太臭了 靠我给你脸的男人挥拳就想揍我 我倒是不着急挥挥手机 把声音调到最大 视频清晰地拍着几个人 对我指手画脚 不知道你们的观众看到这些 是嫌弃你们还是嫌弃我的 我朝他们眨眨眼笑容越来越大 气得男人紧紧咬住后 曹牙脸颊痛苦 你们干嘛呢熟悉的声音响起 我笑了他来得正好 我忽然转身搂住他的肩膀 如果你们谁能心甘情愿 答应他整容 答应他日夜颠倒地打两份工 赚的五十万都能全部 给他培训买包 我倒是不介意让出这个位置 外人只知道他有个舔狗男友 却从不支持他要求我这么做的 我这样说无疑是当众接他的短 果然怀里的人正气得不断发抖 纪博达你胡说什么呢 我冷笑一下嫌弃地推开他的手 你带我来这 不就是想让这些人嘲讽我贬低我 好让我感到自卑答应你的整容计划吗 我没 我没给柳如烟说话的机会继续往下说 柳如烟你这么想让我整容 是想把我变成别人的样子 好让你接人抒情吗 议论生四起 但这次讨论的对象不是我了 难怪西花这么喜欢她是想骗钱骗人 应该是这样的 不然怕是看不上这个胖子吧 没想到西花看得单纯心思有点野 柳如烟那张脸第一次这么苍白 捏着酒杯的手骨结明显 杯中液体在不断荡漾 记不答这些不都是你心甘情愿给我的吗 我可没有逼你 我直接翻个大大的白眼 是你没逼我 但你会想方设法让人打压我 可怜兮兮地用眼泪求我说你需要这笔钱 众人哗然 上辈子是我看走眼的天天被看过 但凡他在我死后有过一点愧疚 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向全世界宣告他有多丑陋 见说不过我柳如烟又搬出自己的拿手本里 他的眼泪直直坠下来哭得鼻子通口 像只受伤的小兔需要人心疼和安慰 记不答我知道你累 我没有体谅你是我的错 你生气是应该的 但你也别当众污蔑我吧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当真是一点情分都不讲吗 听到这句话我扑吃笑了出来情分 我继续翻动手机屏幕点开一段音频 明天你们使劲贬低纪伯达说他丑 说他胖说他一无是处 他要是答应整容 我就陪你们一晚 这是我昨晚偶然经过柳如烟房间录下的 要不是这样 我都还不知道那些闲言碎语都是他窜伙的吗 柳如烟连同那几个男人都修到无地自容 他咬咬牙眼泪更凶猛地砸下来 纪伯达你擅长电脑技术 怎么能用何成英评诬蔑我呢 事到如今他还是死不认错 想维持他苦苦营造的白莲花人设 其实我早知道柳如烟能说会言 这些动摇不了他什么 我的视线穿过人群 在角落处找到了那个穿着朴素的女人 他正看着这边嘴角戴笑 我的目标是他 我前脚刚走柳如烟在后头小跑地追上我 纪伯达你最近到底怎么了 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眼睛里还含着一阵雾气 换做那个不明真相的纪伯达一定心疼死了 而我直接甩开他 他穿高跟鞋没站稳一屁股坐到地上 发现膝盖出血后眼泪哗啦啦的流 纪伯达这些年我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 他对我好但这个好只是因为我 跟那个男人五官有几分相像罢了 何来真心 我只是远远的居高临下看着他 心里没有一丝起伏 柳如烟我难道对你不好吗 大学的时候你家庭不好 是我每天下课兼职给你生活费 你说你想去国外看看要参加比赛 要培训要名牌包要定制鞋的钱 全是我下了班拼命跑外卖证来的 你花得心安理得 这些年不断只使人在背后戳我 逼我去整容你的良性不痛 前世甚至收到了病情告知书 医生说我若是在昼夜不眠地忙下去 这副身子迟早被我消耗干净 一年早逝 拿着诊断单回家时柳如烟说 老婆最近出了个限量款五线 我好想要一顿 我咬咬牙拿起钥匙就去跑外卖 他方车祸时我才选择放弃挣扎 死在泥土之下 他哪来的资格训斥我 我甩下他离开却只是躲在角落里面走 直到看见女人从里头出来 我才快步上前拦下的 方便跟我去个地方吗 他愣了几秒后忽然笑了目光 示然好了 女人叫苏又威 我们在上一世就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两个人不知道为何争吵起来 苏又威泼了柳如烟一杯酒 被众人斥责 甚至导师也站出来维护柳如烟 说再也不认他这个学生了 柳如烟害怕地躲到我身后 告诉我苏又威大学霸凌他是个贱妃 但在知晓他真面目后 我隐约觉得柳如烟所说并非真相 所以这次酒宴我特意闹了这图 让他相信我顺势问出以前的恩怨行仇 我们应该没见过吧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 的确没见过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让柳如烟身败名列 看到我冷静且淡定地说出这句话 苏又威大笑眼里都是佩服 他很聪明就在红灯停车打亮我几眼后 就明白了我的意图 我是以全国第一成绩考进荣大的 柳如烟也很努力 只不过每次考试都是万年老二 大一期末那年学校有个出国进修的名额 考核最优者可以免费研读 我降低车速慢慢地听他讲完这个故事 柳如烟告诉我他很想要这个出国名额 求我让给他我说实力至少 我不会让他就对我动了心思 比赛当天身边各种男同学突然找上我 莫名其妙说些祝福的话 耽误了我准备的时间 我匆匆赶到五黄穿鞋 没想到里面竟然有数十颗涂钉 涂钉扎进我的骨头里 导致我没法参加考核柳如烟得了第一 听到这里我已经知道事情大概 柳如烟长得好看 当时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柳如烟干的吗 苏又威摇头我回去找过监控 但都被人删干净了 只有校内的老师或领导才有调走监控的权利 说明柳如烟背后还有人给他撑腰 但柳如烟后来为什么没出国 他静静地看着窗外 长探出一口气声音很轻 因为我跳楼了 我把这件事闹大他们迫于舆论压力 取消了柳如烟的出国名额 至此之后柳如烟一直记恨我 往我床上泼脏水捡坏我的武鞋 他掀开一直穿着的长裤 其中一条腿竟是仿真的 我浑身的汗毛一下竖起来 震惊地看向他 对苏又威来说他的生活被柳如烟给毁了 早就习以为常平静的可怕 他让人开车撞我用车轮把我腿骨拧碎 最后神经坏似只能截肢 我以为柳如烟只是疯狂迷恋那个男人 没想过他竟然是疯狂 从前温柔的那一面 都只是他装出来迷惑人的 腿对跳舞的人来说多重要啊 他怎么呢 想起他曾经那副温柔的嘴脸 我为李恶心差点就要吐出来了 整理好复杂的心情 重新朝着一个地方出发 车停在荣大门前我苦思地笑起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我的噩梦 苏又威带我进到舞蹈学院 一楼还陈列着许多辉煌旧照 我一眼看到了柳如烟深爱的那个男人 指着他问这是谁 一腾成比我们大一届很优秀 但是很爱玩因为长得帅四处留情 大二那年突然深情离笑 转到国外继续深造 苏又威掺着下巴思索好一回才往下说 有人说他在外面搞大了别人的肚子 不想担责这才赶紧拍屁股走人了 照片里一腾成光彩一意地站在舞台上 身后还有一群慕名而来的粉丝 他的武关与我原生相貌的确有几分相向 怪不得柳如烟会在众多追求者里面选择我 正准备走于光忽然贴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照片的角落柳如烟举着一束红玫瑰 透过人群直直盯着一腾成看 爱慕的眼神溢于眼表 我告诉房东这个房子不续做了 叫搬家公司带走大部分家具 然后把银行卡密码全赶了 让柳如烟取不出一分钱 哦对了还有我给他买过的名牌包包 高涉衣服我全打包走了 宁愿拿去捐也不想便宜这个女人 第二天我刚到公司 就听见楼下传来一阵轰动 许多八卦的同事已经脱离岗位飞奔出去了 而我没多久接到领导电话 纪博达你赶紧给我去处理了别丢公司的人 我不理解直至我看见柳如烟坐在大厅里大哭 手里还牵着一个约莫六七岁的男孩 纪博达太过分了出轨我同学之后 想要抛弃气子卷走了我们所有的钱 他穿着深谱素T恤哭的眼睛红脱 叫得声音嘶哑 披散的头发混乱地搭在脸上 和泪水黏在一起 也不知道他这个细花的称号是谁给他取的 明明完全是个泼妇模样 他看见我哭得更凶了 纪博达你就是喜欢上别的女人 才想回我名声逼我分手对不对 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群记者 闻着胃就来了 对着我俩一顿拍 他紧紧抱住孩子轻抚着他的脑袋 满脸母爱我可怜的孩子 爹地还不知道你的存在 你就要被他抛弃了 什么爹地孩子太荒谬了 知道我还给不了他稳定的生活 不能让他未婚先孕 每次结束我都会小心翼翼检查套子有没破洞 压根不可能会有孩子 回想到苏又威提起过 伊藤诚当年和别人有个孩子 不负责任地跑了 我跟柳如烟在一起五年 但这孩子一看就是七岁上下的母娘 算算日子孩子大概率是伊藤诚的 我总算明白柳如烟对他的执念为何这么深 不过是被人抛弃接受不了现实 带着孩子往上凑 那孩子的眉眼像急了伊藤诚 脸颊肉乎乎的纯纯一个小胖蹲 柳如烟做私教也有不少收入 却只花我的 从未出过一分钱 原来他的钱都拿去养孩子 孩子肚子鼓起一座小山峰 白白嫩嫩的 看得出柳如烟的确花费了不少功夫在他身上 这么多年我竟没看出一点光明 也没有片刻的怀疑过柳如烟 突然觉得自己这些年相之小丑 被他耍得团团转 孩子收到柳如烟的眼神指使 突然朝我跑来一把抱住我的大腿 委屈巴巴的看着我 爹地你别不要我和妈咪好不好 身边不少同事和媒体记者开始骂我 平时看着他很老实 没想到知人知面不知心 有这么好的女朋友还不满足 就是也不会照镜子看看自己长什么样 我要是他呀巴不得把所有 赚到的钱都拿来取他 又温柔又贤惠 我勾起嘴角冷向 脑海中浮现出上一世的记忆 我每天在公司敲带马从不摸鱼 只为那点微乎其微的加薪机会 中午饿了也舍不得叫外卖 喝点水吃点馒头了事 下班后拼了命地跑外卖单 我来时的路有多苦涩没人知道 放手我不是你这个野孩子的吧 想来孩子从小到大 也听了不少人骂他野孩子 这三个字一出他心态都崩了 直接张嘴大哭 还能清晰地看到嗓子眼 我不是野孩子我不是 柳如烟腾 孩子立马跑过来把他抱在怀里 闪着泪光的眼睛满是圣人的红血丝 死死瞪着我 既博打你太过分了 他是你的孩子 你还不想承认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 我只是瞥了他一眼 转而面向媒体的激起 激起冷静孩子的父亲不是我 不信的话验DNA就好了 对对对快去验DNA 看他还敢脚遍布 身边的人都在支持 柳如烟看似有些慌张骑虎难下 记者堆中突然挤出来一个男人 高举着双手大喊要不这样 你俩把头发给我 我现在就送去医院检验 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柳如烟的眼睛忽然亮了 主动薅下孩子的头发后 又挺直了腰板伸手朝我要头发 我知道孩子父亲不是我 自然也不心虚干脆地扯下几根头发 亲自递给记者 他亲自将头发送进检验科 全程直播所有网民都在等待结果 结果没出这几天网络舆铺天盖地 有来我家门口扔臭鸡蛋的 有用红墨水涂我车的 甚至社交账号都被人扒出来 加好友来骂我 公司怕担责直接辞退 我连赔偿京都顾配 一周后男记者约我们做客直播间 说要将当众公布结果 让网民们放心 我和柳如烟相对而做 他翘着二郎腿嘴角自然地上扬这一语 看上去心情很好 神情自入 男记者对着镜头打开那份报告 上面的字体震惊了所有人包括我 根据DNA分析结果 两者确认属亲子关系 我拍桌站起 不可置信地抢过记者手里那份报告 上面的确清晰印着这几个大字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这份报告不是真的 男记者扯了扯嘴角 轻蔑地看着我声音很难听 纪先生全网可都亲眼看着我 把你们的头发交给医院了 你当网友们的眼睛都瞎了吗 直播间的评论不断滚动 清一色都是诋毁我的话 众目睽睽之下 柳如烟镜捂着鼻子抽气 然后来扯我的衣角 宝宝我真的很爱你 你能不能别抛弃我们母子 我和他孤苦伶仃的可怎么活呀 他一哭场内 所有镜头都聚焦在他脸上 所有人都被他这张脸骗了 我看那他就干脆点甩了这个渣男 把他告上法庭 让他赔偿这些年的精神损失费 支持楼上 女人就应该自立自强别恋爱吗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他哭起来假假的 我静静地看着他 见他哭到差点喘不上气 我泻口气轻轻地笑了 柳如烟是你非得把事情闹大的 最终下场落魄可怪不得我 我微微侧身敲了敲背后那扇小门 一腾城缓缓走出 柳如烟哭红的脸颊忽然间煞白无比 师哥你怎么会在这里 意识到自己的计谋被揭穿 柳如烟浑身发抖那双性眼瞪得极大 一腾城双手插都慵懒又傲慢 眼瞼微微下垂 默视着瘫软在地上的柳如烟 孩子的确不是他的是我的 在场的人纷纷倒吸一口冷气 直播间也炸开了波 卧槽有反转 我见过他 他是新生舞蹈家一腾城 在国外老火了 哎哎你们有没有发现 好像孩子的确长得更像他呀 亲子鉴定又是怎么一回是假的 柳如烟风的势地拉住他 想挡住他别往下说 师哥我求你了 我觉得可笑至极 他爱了他这么多年 还看不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竟然还满怀希望的想他能帮自己 一腾城往后退了几步 顺势甩开他的手 转身对着摄像头 一字一句地揭开那些陈年往事 七年前因为一场意外 我们没做好防护措施 导致他怀上了我的孩子 我始终认为 没爱的家庭对孩子是巨大的伤害 便让他打掉以后 还会和相爱的人有孩子 他当时欣然答应我也就出国了 没想到孩子被他留了下来 竟然还以此来冤枉别人 说话间一腾城年里只剩厌恶 等待亲子鉴定的时间我并没有嫌疑 期间拜托苏又威出国一趟 将一腾城带回来 我告诉他如果你不主动成亲 到时候被查出来你养育众多 柳如烟只是一条意外重招的鱼 你还当了甩手掌柜 舆论对你事业的影响 应该不用我点明白 一腾城事业阵望 又刚和富家千金联姻 属于人生鼎盛时期 过往的罪已经犯下 但他可以选择主动交代 然后一口咬死是柳如烟 执意留下的孩子 顶多被人唾骂不负责任 掀不起多大的风浪 孰清孰众不用我说 他自己就能想明白 不出一分钟 他就答应了要我出场作证 柳如烟怎么也不会想到 我会直接把孩子生父 搬到荧幕面前 更没想到多年后再相遇 他心爱的师哥这样糟蹋自己 我慢悠悠地从包里 掏出一份文件 上面印着和医院一模一样的章 经过检验一腾成 才是孩子真正的父亲 记者突然抓狂指着我咬牙切齿 我可是当着所有网民 把东西送过去的 你这份才是造假了 我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不慌不忙地打开电脑 手指在键盘上敲下一串代码后 视频就发给了个大媒体平台 视频里男记者在开直播之前 去见了柳如烟 他把另外一份检验毛发递给他后 男记者才开的直播 所以打从一开始 就是柳如烟演的一出戏 那份检验报告的确是真的 但检验样本是孩子跟医旁长的 当初他主动站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五官有些熟悉 想了很久才记起来 你还有个我从未见过面帝表格 男记者的资料 也被我公布在大屏幕上 他叫陈泽和柳如烟 是一个地方的人 是堂兄妹关系从小一起长大 他也不是什么善茶 总是宣传报道一些虚假新闻 旁内的人都瞧不起他 凭借这次直播才大火 以陈泽攥着双拳 一副想揍我的样子 只可惜那直播的镜头就正对着他 他压根不敢到此 柳如烟自以为我的复仇到这就结束 待在那里闭嘴不赢 他想错了还有更多的惩罚在等着他 我又坐下来悄悄代码 播放出另外几条视频 一条是考核当天 柳如烟鬼鬼祟祟溜进苏又威的更衣室 往他鞋里放了一大把图钉 而后躲在窗帘后 等苏又威着急进来穿鞋 被图钉扎得满地是鞋 他才得意地走出来 苏又威吃痛地向他求救 柳如烟帮帮我 打电话叫救护车把我好疼 他就这样双手还凶 笑容阴森地站在那里 苏又威你是不是觉得你次次低特别牛啊 但你知不知道 班上的人都觉得你这副死状的样子很恶心 苏又威疼得浑身直冒汗 只想尽快去医院急救 想伸手拨打电话 却被柳如烟抢先一步 把他的手机狠狠摔在地上碎成两半 你就这么想要这个出国的名额吗 对名额是我的谁跟我抢 我都不会让他有好下场 苏又威失血过多 虚弱的瘫倒在地上 再拖下去脚趴是要废了 只能用力抓住他的裤腿求和 我让给你让给你 你就救我好不好 谁要你让了本来就是我的 他邪笑一下忽然朝着门外大叫 救命啊救命啊 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 他疯狂弄乱自己的头发 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把美术刀 在自己的手臂上滑拉一口子后 假装虚弱的瘫倒在地 最后他反咬一口 说是苏又威极度他长得好看 又有众多同学和老师的宠爱 极度羡慕极度才故意伤他 苏又威失血昏迷 他又哭得惨兮兮的 所有人都会心疼会撒娇示弱的女孩 苏又威醒来后 向导师求助无人应答 他们都坚持认为柳如烟所说才是真相 无奈之下他选择从教学楼一跃而下 他好不容易把事情闹打 结果对柳如烟的审判 只是取消出国名额 更令人愤恨的是 说完我继续打开另一条视频 那是路边摊打烊后 电外监控拍下的视频 苏又威失落地从学校走出 正要打车就被迎面而来的 无牌汽车给撞飞了 从这个角度很明显能看到 车内坐着的人是柳如烟和另一个男同学 他们笑得很疯狂 柳如烟还拍打着让男同学到头 就这样车轮无情碾压在苏又威的小腿上 画面既残忍又血腥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柳如烟从没想过 曾经我拿来养活他的破解代码 如今成了架在他脖子上的一盘尖刀 他跑到屏幕前大幅度地挥动双手 一边还在叫喊他 这些都是纪伯达恶意剪辑的 视频里的人不是我 直播中被他欺骗的那些网友可不满了 个个气得不行 没想到这女人长得标志心这么黑 我是柳如烟的同学导师聚会那天 他就被男主接过短步 但给人家戴绿帽子 还想给人整龙压根就不是什么好鸟 我靠真是吃人知面不知心 太恶心了吧 可怜男主了被这么多人冤枉 隐忍到今天可算是沉渊的血了 我看着他发狂 心里只觉得无比爽快 柳如烟当初听你拆遣的男同学 已经在公安局自首了 他跟警方交代的事是你色诱他这么大 他的眼泪不知何时被空调的冷风吹干 一道道泪痕斑驳的不像样 警方很快到达给他烤上一堆零属 经过我身边使他停下脚步 满脸失望地看着我双眼彻底无神 继伯达你竟然做得这么绝 绝马 前世我可是几乎掏空了自己献给他的 他却看都没看一眼转眼扔进垃圾堆 相比之下我送他进橘子 让他身败名列在无出头之路都算轻的了 看在我这些年我虽然把你当替身 但也从未对你使唤过 能求你帮我最后一个忙吗 我没说话 他说我不在的日子 帮我照顾一下孩子可以吗 孩子是无辜的 我怕他一个人孤单 我扶着下巴假装思索 笑意盈盈地对上他的视线 柳如烟我不是你的接盘侠 实在怕他孤单的话 把他扔孤儿怨好了 柳如烟气得嘴角直动 想抬腿踹我 不料身后的警察反应更快 先往他膝盖处踹了脚 让他跪倒在我面前 他这么高傲的性子 是永远不会和我道歉的 这样一来也算是他跟我道歉了 走出演播室的时候 我看见一个穿着短裙 露出一只仿真腿的姑娘 他眼里含着真挚的泪水 朝我说了几个字谢谢你 前世合眼之前 我看到的是灰蒙蒙还在下雨的天空 熊熊大火烧得我的肉体生腾 如今五月份下雨正浓 我抬头仰望无比晴朗的天空 心里那块沉重的大事 终于落地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听说柳如烟被法院判了两年 舍不得把孩子送去福利院 竟送去给他表哥家养着 陈泽事业都毁了 自然不会善待这个孩子 一个月那孩子哭着离家出走数十回 被人发现时总是满身伤痕 直播爆火后 许多猎头给我发来邀请 意外的是 我收到了梦寐以求的公司邀请 毫不犹豫地答应入职 会常常到医院做体检 好好吃要常常锻炼 后来成功练出腹肌身体也会活 往日的生机每天都过得开心自在